上下楼有困难或是走一下路膝盖就痛 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征兆 营养师更表示35岁之后更要注意 因为我们其实成骨细胞在20岁的时候 它就不断的在被活化 那20岁达到了一个顶峰 成骨细胞到底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像平常我们在盖房子一样 成骨细胞活化的速度越好 基本上我们骨本的保存 和我们的骨本的强度就会越扎实 想要补盖除了注意饮食的社区 医师更点出吃钙片吸收率有限 关键在于活化成骨细胞 成骨细胞就是负责促进分泌骨胶原 才能让血液里的钙质填补到骨骼里面 医生更强调补太多钙吸收不良 反而会造成肾脏的负担 想要活化成骨细胞 需要这项关键物质 经过了6周的动物实验当中 发现磁床指数 确实能够有效促进成骨细胞的活性 能促进肢体骨细胞 分泌骨胶原 这样弥补的钙跟磷 才能粘得到坑坑洞洞的骨质里 你的骨骼才有密度跟质量可原 维持非常好的软骨跟硬骨的健康 营养师也建议可以透过 保健食品来辅助 我推荐鸭骨力骨 它是全国唯一的汉方草本配方 同时融获了国内外的专利保证 最特别的是它其实可以活化我们的成骨细胞 还有增加我们的骨胶质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 就是我们的蛇床指 里面富含了欧钱胡素 还有蛇床指数 那这两大成分 它其实都可以活化我们的成骨细胞 它是唯一拥有小绿人标章的 汉方草本补骨产品 同时连获了三项的ISO认证 以及最多健康食品认证的 GMP药厂研发制造 伯利谷的研究计划更获得经济部工业局的补助 还有台大研究所的药理研究 也让专家认为安全品质有保障 记者综合报道